今天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中国跟印度之间 长达几十年的领土争议 让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 最新一次的大冲突 是中印边防部队在15号的深夜 在加勒万河谷爆发了流血冲突 中国的解放军用铁棒 还有缠绕铁丝的棍棒 甚至动用了自制的狼牙棒 上面满满的都是铁钉 用这些东西来攻击印度军队 造成了20名的印度士兵死亡 尸体残缺不全 中国的说法是说印度先挑衅 而且印度进入了中国的领土 所以他们才会展开自保 才会展开反击 但是印度的国防分析师苏克拉 他在推特上面贴出了一张狼牙棒的照片 说这是中国解放军自己改造的 他大力抨击中国 说你动用这类的武器 根本就是一个野蛮的行为 而相关的照片在印度疯传之后 激怒了许多印度民众 有人开始拿大陆制的商品出气 砸电视或者是破坏任何中国制的东西 甚至还有印度官员要求抵制大陆的食品 并且关闭所有卖中国菜的餐厅跟饭店 中国印度之间长期来存在着国土边境的界限争议 因为这两个国家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划出一条线说 这里是我的领土 那里是你的领土 没有 他们不像南北韩一样 说至少有一个38度线很确定的区隔开来 中国跟印度之间的边境一直以来就是靠一条想象中 好像是一条线在维系 那这条线叫做实际控制线 指的就是中国跟印度目前各自实际控制的地区分界线 但是两国对于这个实体控制线的具体位置 印象也不一样 所以两国的边境巡防就常常发生冲突 中国觉得我在我的领土增兵巡逻很正常 但是印度觉得你干嘛跑到我家来 你要侵犯我的国家吗 所以就一直吵 但是因为领土的争议实在是太难解决了 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说得完的 双方也怕哪一天真的打起来变成战争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在1996年就签订了一个协议 禁止在这些争议边界动用枪支和爆裂物 意思就是说 大家在这些边境有争议的领土上 在争议的时候不能够开枪 那不能开枪的时候有冲突怎么办呢 双方第一个先挑衅 你骂我我骂你 当然很多士兵在这里巡逻久了 可能还会学一些对方的语言 先骂个中文再骂个英文 再骂个印度图画好等等之类的 先用语言挑衅 挑衅当然挑衅久了就不开心了嘛 不开心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些肢体冲突 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那地上有什么东西就拿出来乱丢 石头也丢一丢 拿起来棍棒也打一打 就是越来越产生很严重的肢体冲突 那我们就要先从这一次的严重冲突开始讲起 那是因为中国他想要在这个加勒万河谷的山脊 解放军在加勒万河谷的山脊呢 那如果说中国在这里盖一个观察哨战就可以完全掌控这个军事要到的所有情况 你甚至还可以随时派兵下来拦截印度的车辆 那印度觉得说我们之前六月初的时候不是已经讲好说两边都要撤离了吗 那为什么我们印度撤离之后你们中国没有撤还要在这里盖一个哨战呢 所以两方就吵起来了 那印度呢就带了五十几个人好去跟中国说你们要把它拆掉 不可以在这里盖 这是我印度的领土 那本来是要口头阻止的 但是中国拒绝啊 中国说这明明就是我的领土 我在这里盖哨战 为什么不可以 讲没多久开始打起来 就是刚才说了嘛 不能开枪 因为一开枪就真的演变成两国的军事危机 所以不能开枪 大家就开始你先骂我 我先骂你 然后丢十块 然后丢这个所有他们可以拿到的东西 然后就发生很严重的肢体冲突 前后肉搏占七个多小时哦 那最后演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呢 好 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印度说他们呢 有76个人受伤 有20个人因此死亡 那中国的部分有没有死伤人数呢 中国的官方其实并没有公布人数 完全对于这件事情是没有讲到的 但是呢 印度媒体说 中国的解放军 至少有43个人死伤 好 印度的媒体就是要用这个数字来比较说 中国伤亡比较惨重 我们印度虽然有死伤 但是没有像中国那么惨重 那这一次事情的严重性到底是什么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从五月份发生的争执以来 第一次有人在互相的争夺当中死亡 而且这一次在死亡的人当中呢 还有上将级这种关节非常非常高的高官哦 虽然有高官死亡 那当然这件事情在中印双方就闹得非常大非常大 第二个有人死亡 那当然双方要使用的这个武器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用拳头打他一拳 用棍棒打他一脚 或者是丢十块 你丢我 我丢你 你要想象那个画面哦 几十个人 几百个大人在那里 你丢我 我丢你的 那而且这一次印度说 中国还用了一个武器 用了什么武器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十块棍棒之外 印度说中国还自制了狼牙棒 狼牙棒就是它 这个上面牵满了这个铁钉的狼牙棒 一根一根在上面 那好多好多捆绑起来 哇 这个东西 这个武器如果跟石头比较起来 哇 这个杀伤力当然是非常的惊人 如果人被打到一定是血肉模糊的 那这件事情还引起了中印双方的网友热烈讨论说 哇 中国跟印度明明是两个大国 明明是两个甚至拥有核子武器的世界大国 结果呢 士兵吵起洽来 却是用这种低科技风格的乡村泄斗利器 真的是大开眼界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 当然这次在中印双方当中 都引起了很大的这个氛围 非常的愤怒 但是两国的政府对于这次的冲突很低调哦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说了 印度越过了这个实际控制线的挑衅 好 暴力攻击中方军官的确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而在印度的部分呢 印度总理莫迪其实一直没有出来 对这件事情有评论 本来军方还有民间都一直说 哎 政府是不是太软弱了 我们应该要对中国强硬一点 但是后来莫迪才出来说 他不会让印度的士兵枉死 为什么说两国政府很低调 因为你看他们在对其他国家 比如说中国对美国印度对美国或是对其他的这个国家 每次受到什么样攻击的时候 抨击的声音都非常大 你光看中国在对美国这个外交部的讲话 哇 都是坑墙有力 说美国骂骂骂骂骂 说美国不对 可是他们这一次发生的冲突 其实呢这个中国就说 对对对有这件事情啦 那目前为止呢 我们会尽量在处理 我们也在和谈当中 看看是不是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连串的争执 那其实这一次的冲突要从五月份开始讲 因为这并不是第一次冲突了 五月五号 好 双方在搬工错湖的湖边对峙 一条细长的湖也要分哪里是你的哪里是我的 那当然双方就指责咯 你侵入我的土地啦 所以你要赶快走赶快走 那双方呢就有大约250个士兵在那里互丢石块 你赶快走你不走我就丢你 这是五月五号发生的事情 那隔一几天呢 五月九号 这个习近邦纳库拉地区也发生了冲突 双方有数十名的士兵发生了激烈的言辞交锋 还有大规模的肢体冲突 好 这也是就是骂一骂 说一说动一动而已 有人受伤但没有人死亡 五月二十六号的时候开始咯 以及本来是双方只是互丢石块 互相骂来骂去 结果演变成了武力冲突了吗 解放军传出来在拉达克空军基地 部署了多架的战斗机 你要部署战斗机那表示什么 你开始要真的要军事武力攻击了吗 传出来中国的解放军增兵5000军力 进入了这个空军基地 那习近平还宣布正在为冲突来做准备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发生 这个的地理位置 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部分 左边的部分其实就是中印双方 相对比较有争议的领土 蓝色的这个区块就是中印双方觉得 中国觉得这是中国的 我的领土应该是讲话 但是对于印度来讲 印度觉得这里是我的 所以呢我们的领土应该是这样话 OK好这中间蓝色的地方 就是他们相对比较有争议的部分 这里是加勒万河谷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最新 就是6月15号加勒万河谷的肉伯寨 印度军人出现20个人死亡的这个位置区 在加勒万河谷 而5月5号我们刚才讲到 在班公错湖的湖边出现了200多人对峙 班公错湖的位置在这里 好这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最新从5月份以来一直延烧的话题当中 所处的位置 其实从中印两个大国拥有的共同边界 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约有1710公里到2000公里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数字呢 因为有争议的领土实在是太多了 我觉得这块是我的 但是你觉得这块是你的 所以呢中国跟印度你去看 他们绘制出来的地图长相是不太一样的 那既然有人宣称我们的边界只有1710公里 但有人宣称我们的边界有2000公里 你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争议非常大 那当然他们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谈 我们要划定一条什么样的线 而其实只是靠一个传统习惯性的边界来界定 哪里是中国 哪里是印度的领土 那最有争议的三段领土呢 就是分成东段 中段 还有西段 而有争议的领土面积高达了12万平方公里 我们就从这个图当中来观察一下 所谓的东段就是在这里 红色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有争议的领土 中段就是在这里 西段就是在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五月份 发生搬工错乎 还有河谷的这个事件 就是在西段的位置区 所以您看到的这三大段 就是目前为止 中国跟印度之间 比较有争议的部分 那为什么会出现争议呢 如果要解释这个 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们当然今天就是简单来告诉大家 重点就在于 因为我们要回顾过去的帝国历史 印度 好 下面这边是印度 印度呢 它原本是属于什么 它原本是属于大英帝国 那个时候大英帝国正在崛起 四处征战就占领了印度 那个时候是英属印度 那中国的前一个朝代是大清帝国 大清帝国不是不断的衰败吗 那个时候面对了八国联军 面对了大英帝国四处的这个征战 所以呢 很多人来这个打中国 打一打好就把领土一块一块的拿走 那英国所属的印度呢 就不断的想要拓展边境 把这个清朝的土地给挖过来 不过后来因为印度独立了 印度独立起来 当然它能够自己掌控它自己的边境 但是清朝从变成 这个北京这个强硬的对手 北京觉得你挖过去的领土 我们不承认 所以这还是我的地方 那双方谁也不让谁 所以就让这个冲突越变越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三个区域 东段中段西段这个区域到底是怎么样产生争议的 好 在19世纪印度为英国的 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那个时候呢 印度就划出了三条非常有争议的线 那这三条线当然就是把这个领土划分过来变成是印度的 但是清朝政府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承认 后来的国民政府甚至包括了1949年后 中共其实都没有承认这三条线 所以才会让中意之间充满了争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东段的部分 好东段的部分 这里是中国 这里是印度 这里是不丹 那红色的这一条线呢 原本在这个英国有一个探险家 他来印度帮忙测量了 这个中国跟印度之间的这个边界 那这一条线呢 好 这个探险家就来说 好 那我就去三里走一走 东规划 西规划 看一看 回来呢 他就跟印度政府说 我画了一条线 这条线以后就是中印的边界 他画的这条线呢 就是这里 OK 这条线画出来之后 大家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迈克马红线 好 迈克马红线 他是英国跟西藏之间签订的 因为英国跟西藏说 我如果能够去让中国 让你们西藏独立 那你就要把这个迈克马红线 划分出来的这个地方 原本是西藏的 你要给印度 但是呢 这个草约签下去之后 当时的袁世凯政府不同意 那西藏呢 也转为说 好 那我们就不同意这个迈克马红线好了 所以呢 这一块 很尴尬 中国觉得 这里是我的领土 可是印度觉得 我画了这条迈克马红线 这里是我的领土 所以这个东段 就产生了争议 再来中段的部分 好 中段也是一样 印度画出了一条线 但是中方不同意 另外在西段的部分 好 也有一个约翰逊线 这个约翰逊线也是一样 我当年他们就去画画画 觉得这个是我印度的领土 但是呢 对于中方来讲 他不予承认 所以这三段领土 东段 中段 西段 这是目前为止 中国觉得 这里是我的 所以我在这里驻兵 我在这里 这个增兵 我在这里驻守巡防 这都是我应该要尽的责任 你印度怎么能够尽到我的领土来呢 但是印度觉得 这里是我的领土 所以是你中方侵犯了我印度的权利 应该要把你赶走 两个人讲一讲 意见不合 吵起来就互丢十块 然后进而演变严重的冲突 所以你看到这三条线造成了争议之后 其实在1993年中印同意 双方要尊重这个实际控制线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承认那是你的领土哦 但是我们现在先放下争议 我先尊重你在这里的领导跟控制权 好 所以看到中国跟印度 印出来的国土地图 其实长相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那虽然我们看到了这个争议 对于现在中国跟印度的态度来讲 官方是比较低调的 但是民间情绪非常高涨 现在变成中国人在仇恨印度人 印度人在仇恨中国人 好 中国民众嘲笑印度士兵说 你们的作战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我根本不用动到枪 不用动到刀 甚至不用动到核武 我靠狼牙棒就可以好好的教训印度 连OPPO都取消了在印度的最新旗舰机的线上发表会 那印度呢也是掀起了反中的热潮 印度从铁路公司 他们的铁路公司终止了跟北京的合约 印度的电信公司也说 你们这些国有的电信啊 不要买华为跟中兴的设备 在印度还有一个APP 手机里面的APP叫做山光中国APPs 就是要把中国的APP全部山光光 都不要用 连抖音都不要用 这个APP在印度已经下载量超过100万人次 也成为印度现在最热门的应用城市 那印度有个记者杜特陶他就说了 现在印度真的要好好地想想我们的路线 因为我们现在呢 他建议应该要切断跟中国的联系 转而投靠美国 他说中国恐怕会跟巴基斯坦联手哦 如果他们两个联手对印度来讲是很不利的 不管是对于领土或者是经济都有可能会陷入危机 而印度的国安会受到严峻讨证的同时 我们应该要重新设定跟中国的关系 我们不要再跟中国那么好了 应该要跟他脱钩 而跟美国产生相同的共鸣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投靠美国 靠美国来保护印度 而印度的官员还说 我们现在对待中国应该要强硬一点 怎么样强硬呢 好我们现在不要靠他 而且我们要跟他磕关税 就用美国的那一套 打算要对中国的商品磕增关税堡垒 落实印度自治还有自力更生 甚至也要禁止使用大陆的电信设备 但是印度要全面的去中国化 不靠中国靠自己有这么容易吗 虽然中国在印度的直接投资 不超过60亿美元 可是我们看看印度 他至少有75间的电商公司里面 都有中资的投资色彩 而且比例还不低 印度总共有30间的独角兽企业 好这个独角兽就是市值超过 11美元的私营公司 那这当中中资就拥有18家 而且股数还不少 那由于科技行业投资的性质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的战略性 投资对印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再者药品的部分 也是要靠中国 因为他们仰赖中国 进口很多散装的药品 虽然这次的疫情也激化了民间 好像希望能够跟中国切断了这个联系 但是印度的制药商 从中国呢 进口了将近有70%的散装药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制药相对原料便宜 而且非常容易买 所以印度有70%的药 都是跟中国买 你如果现在要去中国话 70%的药你不跟中国买 你要跟谁买呢 这对印度的卫生还有医疗来讲 也是产生很大的杀伤力 再者去年印中双边的这个贸易额 大约是900亿美元 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二 是中国对于印度的出口 那双边的贸易不平衡非常明显 而这也代表了 印度现在需要中国 仍然多于中国需要印度 所以您认为 印度要完全去中化 做得到吗 您认为 印度士兵跟中国士兵发生冲突 到底谁对谁错呢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言在影片下方 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按赞 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